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老妖精发表的安眠能量理论 其中还记载了采集能量的方法 开始世间还半信半疑 被逼上绝路的国家最先下手 宛如救命稻草一样 这些国家度过危机 单纯从能源角度看 安眠能量确实超级靠谱 由此解决能源问题的国家得到了极速发展 看到贫困国家因此得到发展 接下来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下手 慢慢的 安眠能量在更多的国家普及 当然也有反对的国家 一来 理论发表者是世界通缉犯 二来 安眠能量本身来历不明 再有石油大国保护自己利益 达斯汀当总统的国家也是反对国之一 因为是巨大国家 多少对其他国家有威慑作用 但潮流无法抵挡 路人们逐渐对使用安眠能量持肯定态度 除了能解决能源问题 还有一点 老妖精在发表安眠能量理论的同时一起发表的研究成果 那便是安眠能量进化论 利用安眠能量让人类进化 虽然对于老妖精来说不过是中途报告 但对于路人就大有意义了 通过大量消耗安眠能量 进行手术的路人走上新的台阶 变化有两个 一是身体技能上升 二是寿命延长 因为需要消耗大量的安眠能量 基本都是有钱人做的 虽然没法不劳 但只要花钱就能延寿 大款们谁不延红呢 也因此安眠能量在发达国家也解禁了 从当时的人口总数看 接受进化手术的只是极少数人 主要是需要消耗的能量太多了 虽然安眠能量在路人眼里像泉水一样无止尽喷出 但也无法一下子收集很多 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都能确保足够生产建设用的量 可要一用在进化却一下子收集不过来 可见 进化需要多少能量 所以教皇才无法原谅那帮家伙 明明同是人类却将他们与人族分开来 视他们为人族的敌人 没错 这帮进化了的家伙的后代 正是现在所谓的魔族 大量消耗MA能量 结果加速了世界崩溃 曾经的富人们 特权阶级 想到如今的魔族陷入濒临灭绝的悬崖 真叫人一言难尽 也许 这就是报应吧 总而言之 当年MA能量就这么一下子普及 到最后还坚持反对的 差不多也就达斯丁所在国 当然 除了国家也有坚决反对的 那就是龙族和女神萨里尔 既然是用魔术手段获取的 龙族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一玩意到底是啥 所以 龙族做出了警告 禁止人类使用 可人类根本不鸟他们 看来人类对龙族的恐怖还是不够 历史上 龙族曾用一天一夜毁灭一个国家 当时那个国家不知发什么神经 居然朝龙族的居住地投掷新型炸弹 龙族压根没事 作为报复 那个国家消失了 不过那早已成为教科书上的历史 还记得当时情况的人类早死绝了 时代再变 对龙族的恐惧也渐渐淡化 龙族看来是昨天发生的事 对于人类来说 早成了古事后的事 后来 介于女神萨里尔的存在 龙族没敢再向人类发威 让路人们觉得 不就是无事忠告 龙族不至于懂真格 龙的威胁与安眠能量的恩惠 两者架在天城 人类选择了后者 同样的 女神萨里尔也陷入了苦境 而且还是因为自己手下的萨里耶拉慧 最新的理疗器械需要能源才能运行 加上安眠能量进化论为基础 使用安眠能量治疗绝症的研究盛行 安眠能量不仅救了穷苦人 还是理疗事业的希望 支援贫困的萨里耶拉慧 自然不同意禁用 如果富豪大爷福德乌医在的话 也许还能阻止内部分裂 可惜老头变成吸血鬼被隔离了 加上萨里耶拉慧过于庞大 作为会长的女神 已经无法压制住下面 最终女神被拉下台 当时他正好庇护了 魔王在内的那帮孩子们 索性专心照顾那个孤儿院 就是这样 不管龙族还是女神的忠告 人类就是听不进去 即便如此 也不能任由他们继续乱来 龙族深知 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就要大事不妙 因为MA能量就是星球的生命力 神明通过吸收星球呼出的 多余能量生存 可人类不是 是在强行榨取星球的生命 这样下去 星球迟早崩溃 为此 龙族和女神毫无隐藏 告诉他们真相 可人类就是只会听好话 相信对自己有好处的 对自己没好处的 各种借口不相信 就是这么蠢 愚蠢的代价 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丘烈至今还忘不了 龙族长老们召集全员 当场宣布要淘汰人类 那一天 龙族开始向人类发威 当时的人类实在不可救药 但最该死的还是老妖精 老家伙之所以公开理论 无非是希望 或许有人可以替他获得更多成果 当时他的研究进入瓶颈 他发表的进化论 确实成功延长寿命 其实他自己发现了 并进化成了更长寿的种族 为了方便 他称之为妖精族 不过那也不是永远不死 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需要更多的MA能量 但他个人能收集的能量有极限 所以让他普及了 他也知道 龙族不会坐视不理 不过人家不在乎 管你这个星球变成咋样 在星球毁灭前 咱的研究成功就OK了 就算倒是没成功 远走高飞 不能研究的地方留下干嘛 不能让一个人得到永生的破星球 我还不要了 早做好去太空的准备 反正星球迟早完蛋 不如让咱炸个够 其他人类反正要死 就给我加油 做抵挡龙族怒火的替死鬼吧 正如老妖精所料 龙族真的要动武了 那一天 丘烈来孤儿院找女神 也正是这一天起 魔王他们的平稳日常崩溃了 看到丘烈来 长耳朵女孩和绿皮男孩叫做接耳 终于要告白了吗 看着气氛不像的说 女神和丘烈单独谈话 孩子们虽然不知道他们谈什么 但大概也猜到些什么 因为正巧 电视播报紧急新闻 说遭遇了龙族的袭击 下一个瞬间 变成残骸的大都市 通过迎平映入眼帘 突然 背后传来丘烈的惊叫 巴格纳 在一旁的女神 一声不吭走向大门外 丘烈赶紧叫住她 萨莉儿你去哪儿 女神口中只蹦出俩字 当然 足以让丘烈明白 人家要去干嘛 当时的魔王因为太过震惊 一下没法理解情况 丘烈想叫住女神 却被她直接打断 女神让她不要阻拦 她不想把丘烈判定成敌人 然后头也不回 静止离开 丘烈无力的坐到椅子上 感叹的说 你就不怕我会拿孩子当人质吗 就这点程度的信任 对我还是有的了 从那之后 女神就再也没回来 电视上到处是龙族相关的报道 最初的声放送映像 只不过是碰巧现场 有人拍到 拍摄的人估计也早便当了 从那一天起 丘烈就在孤儿院住下了 当时的魔王对此很是不解 如今他明白 丘烈留下是为了保护这个 对女神最重要的地方 明摆着是对龙族的背叛行为 丘烈也是下了很大决心 却丝毫不让孩子们察觉 为了消除他们的不安 丘烈亲切平易的与他们相处 孩子们一直等待女神归来 除了女神以外的大伙 都回到了孤儿院 就连那个偶像男孩也回来了 孩子们能做的 唯有祈祷女神平安归来 然而最后的最后 女神再也没有回来 又过了一阵子 龙的袭击停止了 孩子们从新闻中得知 女神与龙族战斗 把龙族击退了 各国政府公开赞送女神的功绩 没人再敢指责什么 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还割 世界各地发生了异常迹象 大地崩裂 海水枯竭 天空不在未来 简直就像世界末日 不 这就是世界末日 达斯丁大总统 记者会上发布 龙族的身影消失不见了 貌似是飞往宇宙了 同时公开真相 不管是龙族袭击人类的原因 还是星球面临崩溃的现状 都是因为人类滥用MA能量 榨取星球的生命力 导致星球衰竭 会场顿时骂声一片 演变成一场暴动 总统不得不在警卫保护下退场 路人们死也不想承认 总统说的事实 太多的路人得到MA能量的恩惠 就连禁止使用的国家 也有人偷偷走私贩卖MA能量 即便本国禁止 进口的产品中 很多都是MA能量生产的 明明是人类 自己造的灭 却没有多少人肯承认 各国舆论 不是鼓吹达斯丁瞎扯淡 就是指责他国不好 或者就是龙族的错 就在路人们忙着掩耳盗铃 推卸责任的时候 世界无时无刻 不再走向终结 紧接着赶到世界 就要完蛋的路人 自然开始了暴走 治安日益恶化 世界陷入无法无天状态 就连警察都参与暴动 孤儿院的周边也不太平 人类一旦遇到坏事 就想要迁怒 怪到谁的头上 魔王他们 成了最好的靶子 都是那些家伙不好 要是没有那些家伙的话 不需要什么理由 只是因为和自己不一样 就可以拿来 把自己的暴力正当化 所幸的是 没有出现大群暴徒袭击的事件 但还是经常有人 朝他们扔石头放枪 之所以没有大举进攻他们 一是因为 路人对齐美拉 多少感到恐怖 再有就是女神的存在 女神击退龙族 众所周知 周围居民都知道 这里是女神运营的 由衷感谢女神的善良路人 不会对他们出手 可还是有人放枪 只能说 世上不尽是好人 在这些孤雅 偏偏靠谱的丘烈 自从得知女神击退龙族后 不知道跑哪去了 关键时刻跑路 魔王当时别提多生气 后来才知道 当时丘烈在拼死想办法救女神 魔王感慨 有态度的是 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的她 总之就是那么弱小无知 只能当累赘 既然丘烈靠不上 孩子们只能龙城抵御 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 决定杀出去 不是去击退路人 而是计划逃走 其美拉的大部分 能力都很靠谱 就算对方武装 也能从正面突破出去 突破用的大客车也有了 在发生龙族袭击后 在外伙伴的一个开回来的 魔王起初还吐槽人家 开这么个大家伙回来干啥 如今想起来就惭愧 还是人家有先前之明 在一处激发的紧张气氛下 又过了几天 伙伴里的一个 不健康程度 仅次于魔王的男生 突然发话 提议一起去见女神 男孩因为体质问题 无法入睡 日常一对熊猫哑 偏偏脑内分泌特殊成分 要是不做啥的话 就安心不下来 明明啥也不想做 身体却偏偏要她不停干 平日屋里蹲的她 还是第一次说要出去 平时一对死鱼眼 唯独这时闪着亮光 所有人都被她的气势给压倒 孩子们决定赶紧开车出发 在路上听她说明缘由 其实也没啥复杂说明 简单来说 女神为了拯救这个危机 想要牺牲自己 具体细节对孩子们来说 根本不重要 他们只在意 女神要牺牲自己这一点 在车上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有说要阻止女神的 也有觉得是女神自己决定的 他们没资格阻止 当时魔王想 反正自己活不长 可其他伙伴呢 如果可以的话 自然希望他们能活下去 而女神肯定也是这么想 所以觉得不该阻止她 但也无法容忍女神形成自己 其实大家都一样 吵个半天也得不出结论 就在这时 院长大妈一声吼 熊孩子们 别给我在那没出现 乱嚷嚷 你们再怎么嚷嚷 最后做决定的 还是撒了了大人自己 有什么话要说的 就直接冲到本人去 确实 魔王他们不过是无力的孩子 嚷嚷也没鸟用 车子里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不过马上又忍不住 交托机儿起来 具体聊了什么 魔王也记不起来了 当时脑子实在太乱了 魔王唯一记得一样 就是见到女神 把做好的手帕给人家 魔王总算把手帕做完 他有预感 不管发生什么 如果错过这次 就再也没有机会 把手帕送给女神了 事实证明 他的预感是对的 这一次成了孩子们 与女神的永别 那么女神和魔王他们 还有世界的命运将会怎样 丘烈到底跑哪去了 具体内容 我们下期接着说 喜欢我们的内容 还请劳烦点个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为你带来 更多的番局咨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